如果你忘記的話也沒關係啦 在這邊也可以查得出來吧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NL ToBR 這個 有沒有就這個函數嘛 前面好像有講過 它可以怎麼樣 你給它一個字串 它會自動幫你在後面插入一個BR 也就是說 它會幫你去裡面看一下裡面有沒有斜線 有沒有換行的 如果有換行它會自動幫你換行 那如果你沒加這個它變成 你有換行它也不會幫你換行 這個函數還蠻好用的 好做好之後 那這個我沒加 等一下應該會全部穿在一起 如果你把它加上去應該就ok了 寫下來吧 看一下 我們要 五個東西 能不能接到呢 試一下 接給2 有沒有看到 2接到了 然後呢看一下 今天日期 有接到了 陰天 沒錯吧 剛剛我是輸入選第一個嘛 他幫我轉成什麼 陰天 對不對 然後標題 心情計事 有沒有看到 全部接在一起 因為我沒有加那個NL2BR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讓它可以NL 換行的話很簡單 NL2BR就好 ok 然後這邊的話 就接到了 好 那這個是分成兩個啦 可是麻煩了 如果要把它串成一個的話 就是現在是到2 這個時候的話你要判斷一下到底 他是有沒有傳資料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他是不是自己本身 很多方法可以去做一個判斷 我想這裡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做完的話 把兩個核為一 我們就 乾脆又給它一個名稱叫三 當然將來考試 考試一回事 如果 我們平常 練習 就是如果它裡面 它是用Post 可是它沒有Post任何東西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會是 可以填寫的狀態 那當我填寫完之後的話 那 比如說選一個 心情啦 然後當然你可以自己按個Enter 當然 各位可以試一下 就是 NL2BR 加上去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換行 可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與朋友分享 寫下來吧 那因為我們有Post Post這個Enter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個Server 裡面有個Server的那個變數 去判斷說它有沒有 TokenEnter去取的資料 如果有 那我就 去抓裡面的資料 如果沒有 那我就是給它一個表單 所以變成說有一個判斷 然後按寫下來吧 那當然這個地方 丟過來 也是丟給誰 丟給三自己本身 我怎麼丟到20去 剛剛可能Load 可能沒改到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3 我剛剛是不是沒改到 Menser的部分 所以Menser丟過來的話 那應該這邊還要再把它改一下 不過 它的缺點就是說 這邊 這邊再把它改一下 改成3自己本身 好那把它Safe一下 應該就OK啦 只是說 因為底下的架構都一樣 不過我覺得 這個PHP 它的缺點真的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一個好的 除錯環境 會變成這樣 又有程式 程式到這裡 然後又有什麼呢 又有那個HTML 又有HTML夾雜 PHP 有沒有 然後又有那個PHP 又有什麼呢 又HTML 然後又夾一個都是這東西 這個可能是 同學最不容易 馬上接受的 那因為PHP 其實它的缺點就是 它會有程式的那個 部分 也會有網頁部分 那把它夾在一起 其實很容易造成 工程師在程式撰寫的時候 發生錯誤 一個小地方錯就會發生問題 不過 你只要掌握訣竅 像PHP主要還是以 程式為主 那你就知道說 哪裡開頭 哪裡結束 結束之後網頁 再給它 再開一個程式 再執行 某部分程式 我想應該就OK了 所以 那個 有一個另外 那個Visual Studio 那個 Axp Dannet 其實Dannet的好處 如果你們有開發過 因為我也是類似這種 動態網頁技術 它那好處就是說 它會幫你把網頁 跟 程式 是獨立開來的 你寫程式的人 你就專注在程式 你就不用管網頁了 也就是他会另外独立出一个档案 他就是不会让你夹在里面 那当然那个东西是我讲过了 那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些是不用钱的